在過去物質缺乏的年代 大陸要評量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 就看你有沒有電視機 電冰箱跟洗衣機 大陸民眾將他們稱為老三樣 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現在大陸國產家電全都智慧化 不但更聰明 還可以行銷全球 目前已經打敗了日本 韓國 市占率高達五成以上 職業婦女下班回家做飯 就像打仗一樣 總是匆匆忙忙 萬一還要處理冷凍過的 肉就更是讓人頭痛 以前的冰箱就是凍出來的肉 就是跟石頭一樣 基本上你回來之後 一定要化凍 要花很長時間 就是比較耽誤時間 但如果有種發明 讓肉能在冰箱裡保鮮 又能一拿出來就能切得凍 這樣會是多少人的福音 而這個夢想 中國大陸的家庭業者做到了 順冷凍過後的這個肉 色澤度來說的話 更加的鮮亮 而且表面它沒有像這樣的 很多的這樣的冰蒸 這個凍的硬度來說 大家可以聽到 聽不到什麼聲音 然後這個呢 很明顯 凍得非常硬了 才從冷凍裡拿出來的肉 就可以像採買回來一樣 想怎麼切就怎麼切 完全顛覆你過去所有想像 連水都可以在冷凍裡維持液態 但到處來卻因溫度變化與撞擊 能瞬間結成冰沙 南界中有過冷卻的一種現象 那麼這種現象的話 它是指的是水在零下會不結冰 那麼通過一個瞬間的一個刺激 會使這個水結成許多微小圓潤的一個粒子 那麼這種粒子不會刺破這個細胞的結構 從而保證這個食材的營養不流失 那麼我們就想到 把這個技術運用到冰箱當中 從而為食材保鮮 小愛 小愛 你好主人 請再付 冰箱裡面有什麼 主人 你冰箱中的食材有 稚嫩化的冰箱 不僅冷藏室裡有鏡頭 還會說話 告訴你冰箱裡的菜 能有多少料理做法 彷彿就像是個管家 讓廚房變得完全不一樣 而智能家電的創新 讓人驚豔的還有洗衣機 傳統的洗衣機不僅震動大 連聲音也大 有時甚至還會震到移動位置 但現在最新科技是 洗衣機上面疊滿香檳塔 都不會灑 直驅變頻電機 與傳統電機相比較大 有幾大優勢 第一 它控制精度更高 另外一個 它運行更平穩 還有它運行的噪音更低 除了更穩更安靜 消費者對洗衣機的要求 還有必須要洗得乾淨 而且衣物不會受傷 而接下來的測試 絕對讓人驚訝 新舊洗衣機 同時放入餐巾紙 清洗五分鐘 傳統的想當然洗爛了 但是新洗滴技術機種 卻仍然玩好如初 還能撕開錶殘 保證沒有摩擦力 保證沒有摔打力 但是又要保證洗衣機效果 而且我們遠遠把外資的 一些品牌 都遠遠泡到了後面 在過去 中國大陸管冰箱洗衣機電視機 叫做老三樣 是30年前憑良一個家庭 生活水準高低的指標 如今都有了巨大的轉變 而體積變化最大的 就是電視機了 非常驚訝 沒有想到現在電視機 並非能做得這麼高 而且簡直就是像一幅畫一樣 這幾年的超普玻璃的發展 一直是在創新 每一個厚度都不是最薄的 就是因為現在人們 生活需要的這些產品 它在輕薄化上 它的追求是無此境的 現在你真的很難想像 一片玻璃可以抖動彎曲 就像透明塑膠片一樣 只有當它破碎的時候 你才會意識到 這是一塊超普玻璃 過去做伯護的 一直是國外輪斷 我們一直跟在歐美 日本這個後面在跑 就是叫追趕型 如今 中國大陸的電視機技術 在追趕了29年之後 產量已經超過日本 成為全球第一 而根據統計 光是2016年 全球58%的電視 44%的洗衣機 以及65%的冰箱 都是中國製造 這些所謂老三樣的市場 已經不再是日韓的天下